大家都知道,中国在近代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诸国,主要是由于清朝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国策,满清统治者沉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肯清醒,以为西方国家都是过去的藩邦小国,不足为惧。 当马格尔尼史团访华请求与中国通商时,骄傲自大的乾隆皇帝直接便拒绝了,他以中国帝大物博为由,不需要同西方诸国进行贸易。 如果西方国家有需要,他可以清欣赏。 八字算命书,雅成八字命令,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。 向大家推荐一位,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,擅长八字算命,居家风水布局,林府法事,道长微信,2088-2988。 中国两百多年来还没有受到这份居辱,所以道光弘帝迫切地需要了解自己的敌人。 在签订南京条约的前三个月,秦朝正好抓了几个英军俘虏,所以道光弘帝便命大臣去提审这几个俘虏,希望从他们口中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。 在道光弘帝的单子上,排名前几的问题便是,英吉利国处于什么位置,去中国有多远? 从英吉利到中国,一路上需要经过哪些国家? 英吉利国土面积如何,与中国相比怎么样?英吉利是否与沙俄接壤? 当道光看到英吉利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时,立刻把心放到了肚子里,后来又听说统治英吉利的是一个22岁的黄毛丫头时,就更加放松了。 道光接着命人问俘虏,该女年封22,为何会被推举为一国之主? 她作为一个女人当国王,能否约束的主臣下?该女是否婚配?若婚配,国家带她如何? 道光皇帝当时跟身边的群臣调侃道,若英女王没有婚配,那朕把她纳入后宫也未尝不可,如此一来,两国也不需要再交兵,对两国百姓也是一桩美事。 不得不说,道光这主意打得不错,既能抱得美人归,还能把英吉利纳入中国版图,可谓一举两得。 但这同时也表明,直到此时,道光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英国的重要性和威胁性,继续做着自己天朝上国皇帝的美梦。 如果他此时能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工业和科技方面的差距,奋起直追,说不定世界格局将会是另一番局面。 可惜,历史没有如果,从此之后,清朝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,帝国主义列强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,而道光对于英国女王的那三个问题则成了后世的笑柄。